中華職棒15號富邦和戰 跟中信兄弟三連戰最後一戰 富邦派出陳鴻溫先發 繼上週對兄弟好投 這場比賽再度找出優質先發 竹頭六局被敲出四肢安打 還送給兄弟七張老K 幫助富邦以12比2收下勝利 小飛刀連兩戰沒有失分 從老東加兄弟手中走下二連勝 並且以防御率0.95的成績 佔據聯盟防御王 而中信兄弟這週只有贏一場比賽 近十場兩勝八敗 另一地在台南球場的比賽 統一師尋求本季對Lamigo桃園的首勝 推出左投江城鴻先發 攻擊不作 來看一下藍英倫這一盪 在右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有沒有機會呢 上這個拳打開牌 在第二局 被藍英倫轟出一發 右外野方向的三分砲 逐頭五局丟掉四分 至於打線的部分 雖然市隊一局都有人上壘 安打數除四支 只少了Lamigo一支 但因為打擊無法串聯 中場統一就以4比8輸球 吐下對桃園五連敗 這一球出棒 帶到了中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看看追的距離到哪裡了呢 目前Lamigo以12勝4敗的戰績 穩居龍頭寶座 投手防御率跟團隊打擊率 都是四隊最佳 在暴力遠打線中 又以超級新人廖建復 表現最為亮眼 打擊率4x36 佔據聯盟打擊王 阿典跟林辰飛並列第一 安打數也請落後王博榮一支 排到第二 OK